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4号 星期四 川普又跟记者怼起来了 这一次就说了 说川普瞧不起女性 瞧不起这种亚裔女性 这位女士 她好像是在中国厦门出生的 后来随父母很小的时候就移民美国了 她现在可能是CBS的记者 之前川普怼记者也是经常怼 之前不是跟NBC的记者 NBC的记者不是说 你给美国人民传播虚假的希望 美国人民死了这么多 大家收在恐惧当中 川普说你混蛋 对不对 但记者是一个白人的男性记者 所以就没有办法从种族 从性别上的做文章 对不对 现在我就说华裔记者 女性的亚裔的记者 就是哥伦比亚广告公司 拿来的就是一个陷阱 为什么这么说 就之前川普不是先怼了 凤凰卫视的女记者 马友友是个女的亚裔记者 然后怼她 说你们就是中共的 反正亚裔记者一来 然后一问问题 就是说是向着中国共产党的 川普又说 你们就是中共的机构 对吧 当然了凤凰卫视 那跟中共不可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啥子 你都知道他们有关系 对吧 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台湾的 一个男的记者 帮着上海什么东方卫视的 一个记者 然后来了 也是帮中共说好话 川普就说你是哪儿的 他说我台湾的 后来再一看了 他不是台湾的 他们给大陆工作的 知道吗 不是说要调查他 说台湾也在调查他 就是说 就是认为 你不能给大陆的党的机关和机构工作 对不对 说上海电视台 不是中共党媒 那是什么 对不对 你见了鬼了 上海电视台 不归中央共产党管 难道还归国民党管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成心 CBS就成心 弄了一个亚裔的 中国的一个女记者 来 我们代表CBS的 你能说我是 我哥伦比亚 我们公司的 你能说我是中共服务的吗 能说我是中共机构吗 对不对 然后这女的打来了之后 就来了这几次 天天怼川普 天天来 就成心的就斗川普 就是要川普那跟亚裔女的 这个女的记者吵起来 好 就说川普瞧不起亚裔 歧视女性 这大姐已经不是第一次 其实上次已经怼过了 你知道吗 这又来了 记者怎么说 说川普 说他跟川普说 说川普总统你 你多次在测试方面 表示说美国的表现 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川普说对 这是事实 对不对 然后记者就说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 他说每一天 都有这么多美国人 在失去生命 我们每一天都看到了 更多的病例 而对你来说 你为什么觉得 这是一场竞争的 一场斗争的 一场竞赛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看不到 这么多人死去 你都没有点悲天 美人的心情 川普就说了 说全世界到处 都有人实际生命 他说没准这个 你应该去问中国的问题 不是问我 去问中国这个问题 你问他们这个问题 你就会得到一个 不同寻常的回答 然后这记者就跟川普说 说先生 你为什么要特别的 对我说这番话 为什么让我去问中国 你说觉得 我是一个中国人 就让我去问中国 对不对 川普说 我没有对任何人 特别说这番话 我对任何 问出这种讨厌问题的人 都会这么说 然后又让CNN记者 然后CNN记者 就是来帮着他说话 就是我觉得 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同事 把问题问完 川普就干脆一生气 就走了 大意就这么个意思 好吧 我觉得咱这么说 比如说 为什么川普多次说 美国的表现比其他好 是因为老有记者 来问川普 说你的表现不如中国好 中国在全世界 是抗疫最成功的 美国是最糟糕的 川普说 胡说 我们的表现远超 其他任何国家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你老这么说 你为什么 你把他看成一场竞争的 不是 是你说 我不是他好 我跟你说 我比他好 对不对 我要是川普 我就问他 我就说 比如说我跟你说 我说 你看你的胸这么小 你看旁边 胸比你大 比你大好多 然后你可能你就不干了 你说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的胸不比他小 你懂不懂 我的胸比他还大 然后我就会问你 你作为一个女士 你怎么不尊重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以胸大小 你为什么要把跟别人去比你的胸大小 对不对 你要尊重自己 你的头脑最重要 妈都不是你说他比我胸大 我才说呢 对不对 你懂不懂 就这个事就在这了 就是说 你一来了 你先跟我说 你说中国抗疫这么好 你抗疫这么不好 为什么我比他好 你别胡说 怎么会他比我好呢 然后你又说了 你看你 对不对 死了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在确诊 你还去跟人家比谁 谁好谁坏 你把他当一个竞争 妈的 不是你说我 我胸比他小 我才说这事的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 前面 你先说 你不如他 然后逼着他 说我是比他好 然后你又说 你看你 沾沾自喜 去跟人比较 然后川普反正就上当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陷阱 就很明显了 而且还有什么 就是他诚心的 那一个亚裔的女性来 让他问你 就这种问题挑逗你 然后你说完了之后 他就说 你看你是不是针对 针对亚裔 针对女性 侨评女性 这就是一个陷阱 我不知道川普怎么 就老头 还是 叫骗往里边去踩 对不对 要是我就说 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大姐 不是我针对你 知道吗 你们媒体派你来 就是一个陷阱 你和我都明白 他们为什么派你来 你懂的 对不对 不是我针对你的种族来怼你 是你的媒体 是你们这家公司 就针对你的种族 把你派来的 他们选你来 让你来这跟我怼 来挑衅我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亚裔的女性 这就是原因 对不对 这就是给我设了一个陷阱 川普就应该把他说出来 对不对 谁也不是傻子 谁都看得出来 你们天天弄一个亚裔女性 来这挑衅 让我怼 让我生气 你们干什么 不就想让我说你两句 然后你们就可以说我 种族主族主义了 对不对 你搞来搞去 不就这么个意思吗 谁是傻子 谁看不出来吗 不当然了 总统没法这么说 因为总统这么一说的话 就直接把总统牌就打出来了 然后就更加的什么 但是实际上 事就是这么一个事 对吧 当然 在美国来讲 不能这么说 因为你这么说 你政治不正确 你知道吧 但问题是 他们诚心玩这种的 就打了就这张牌 你知道吗 他打那张牌 你还算了 没法说 好吧 反正事就这么个事 当然了 我知道我这么说 很多人可能不满意 对不对 但是反正这是我的观点 我的看法 你们去想想 我说有没有道理 这是不是一个陷阱 是不是 他是不是诚心就来跟川普 你会发现 每一次白宫搞的这种记者会 很多记者 就是诚心来跟川普吵架 就是诚心来出名的 你知道吗 来了 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挑逗你 就是要跟你吵 你知道吗 所以 不过我觉得咱拖一万步说 挺好的 这就是美国 对不对 什么时候 中国的习近平搞记者代会 能够弄一堆记者来 天天跟习近平怼 跟习近平吵的话 我觉得中国 也就有希望了 所以我觉得推一万步说 我觉得这也算是美国的一个优势 其实算一个优点 就是说 新闻媒体有这种足够的自由 来天天怼总统 好吧 我们期待 期待有一天 中国也有这种时候 对不对 曾经香港是有的 我们的令人尊敬的 这位长者 跟香港记者怼起来了 最著名的那一句 突秧 突大义务 是不是 我跟华莱士 谈笑风生 反正说实话 你要比起来 川普好像比江德民的表现 还稍微好一点 江德民那次 真的是有一点恼羞程度了 这个挺难堪的 不知道习近平怎么样 但是习近平一直也没有机会 在经历这种场合了 江德民之后 我们的领导人 对这种就非常小心了 对他各种就是提问的时候 对这个记者是非常非常的在挑选 就是说他只要认为有问题的话 这记者根本就没有 没有资格去见他 去提问题了 避免了这种尴尬 是吧 好吧 等待 等待 希望有一天 有一天 中国也能有这种时候 好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